孔子生鲁昌平香奏义 其先颂人也 约孔房书 房书生伯下 伯下生书良和 何与严是女也何而生孔子 岛于尼丘得孔子 鲁相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 生而首尚为顶 故音名曰秋云 自仲尼 姓孔氏 秋生而书良和死 葬于房山 房山在鲁东 游是孔子宜其父母处 母会之也 孔子为儿兮兮 长臣祖斗 赦礼荣 孔子母死 乃并五父之渠 盖其甚也 邹人晚父之母会 孔子父母 然后往和葬于房烟 孔子要迭 既是想事 孔子于往 养虎处 曰 既是想事 非敢降子也 孔子游是退 孔子年时期 鲁大夫梦离子 并且死 借其四亿子曰 孔秋 圣人之后 灭于宋 其祖父父和时有宋儿四让立功 即正考父左代 五 宣公 三命滋意宫 顾顶明云 一命而履 再命而雨 三命而辅 寻墙而走 亦莫敢于武 瞻于是 周于是 以胡于口 其功如是 无闻圣人之后 虽不当是 必有达者 今孔秋年少好礼 其达者于 无极莫 若必失之 吉离自足 亦子于鲁人南宫敬书网学理焉 是岁 即无子足 瓶子带立 孔子瓶且见 吉常 常为济世史 廖两瓶 常为思直立而处凡兮 由是为司空 以而去鲁 是乎其 逐乎送 为 混于陈菜之间 于是凡鲁 孔子长久持有六寸 人皆为知常人而一知 鲁父善待 由是凡鲁 鲁南宫敬书 言鲁君曰 请与孔子是周 鲁君与之意乘车 两马 一数子聚 是周问礼 待见老子云 辞去 而老子送之曰 无闻富贵者送人以财 人人者送人以言 无不能富贵 窃人人之号 宋子 以言 曰 聪明身察而尽于死者 好一人者也 博遍广大威其身者 发人之恶者也 为人子者无疑有己 为人臣者无疑有己 孔子自周返于鲁 弟子稍益尽烟 逝时也 敬平公银 六清善权 东伐诸侯 楚灵王兵枪 灵力中国 其大儿尽于鲁 鲁小若 赋于楚则尽怒 赋于尽则处来伐 不备于其 其师亲鲁 鲁昭公之二十年 而孔子盖年三十亿 其锦公与燕因来释鲁 锦公问孔子曰 西秦木公国小处必 其霸和也 对曰 秦 国 虽小 其至大 处虽辟 行中正 身举无骨 觉知大夫 其累谢之中 于宇三日 受之以正 以此取之 虽亡可也 其霸小矣 锦公说 孔子年三十五 而继平子与后昭伯 以斗姬故得罪鲁昭公 昭公律师基平子 平子与孟氏 叔孙氏三家共公昭公 昭公失败 奔于其 其处昭公前侯 其后寝之 鲁乱 孔子是其 魏高昭子家臣 欲以通乎锦公 与其太师与乐 闻韶音 学知 三月不知肉味 其人称之 锦公问正孔子 孔子曰 君君 臣臣 父父 子子 锦公曰 善哉 信如君不君 臣不臣 父不父 子不字 虽有素 无起得而食诸 他日又赴问正于孔子 孔子曰 正在劫财 锦公说 将予以尼西田封孔子 燕音禁曰 孔孺者滑稽而不可鬼法 俱傲自顺 不可以为下 崇丧碎哀 破产后葬 不可以为俗 游说其代 不可以为国 自大贤之息 周世纪衰 礼乐 缺有奸 今孔子圣荣事 凡登将之礼 屈祥之节 累世不能担其学 当年不能究其礼 君欲用之以以其俗 非所以先 系民也 后锦公敬见孔子 不问其礼 一日 锦公指孔子曰 奉子已记事 无不能 以记梦之间代之 其大夫遇害孔子 孔子闻之 锦公曰 无老已 福能用也 孔子随行 反忽鲁 孔子年四十二 鲁昭公足于前侯 定功历 定功历五年 下 记平子族 环子四立 记环子川景的徒否 钟若阳 问仲尼云得狗 仲尼曰 以秋所闻 阳野 秋闻之 牧师之怪魁 网浪 水之怪龙 网象 土之怪焚羊 无法月 舵会机 得古节 专车 无时使问仲尼 古何者最大 仲尼曰 与之群神愉快击山 防风是后至 与沙儿路之 其劫砖车 死为大乙 吴克曰 谁为神 仲尼曰 山川之神足以刚祭天下 其守为神 设计为公侯 皆属于王者 克曰 防风和守 仲尼曰 汪往是之君守风 于之山 为离姓 在于 下 山为汪往 于周为长笛 敬畏之大人 克曰 人长几何 众尼曰 交交是三尺 短之至也 长者不过时之 树之吉也 于是无克曰 善 灾圣人 环子必沉曰 众梁怀 与杨虎有戏 杨虎欲竹怀 宫山不牛指之 祈秋 怀一交 杨虎直怀 环子怒 杨虎欲求环子 与蒙儿一知 杨虎有此一清祭事 祭事亦见于公事 陪臣执国政 是以鲁字大夫以下 皆见离于正道 故孔子不逝 退而修师书里乐 弟子弥仲 至此远方 莫不受夜焉 定功八年 宫山不扭 不得意于祭事 因杨虎为乱 欲费三环之事 更立其数捏杨虎 诉所善者 遂直计环子 环子乍之 得托 定功九年 杨虎不胜 奔 于其 适时孔子年五十 宫山不牛以费叛祭事 使人召孔子 孔子寻道弥酒 温温无所事 莫能己用 曰 盖周文武起封好而亡 金费虽小 唐树几乎 欲网 子路不说 指孔子 孔子曰 夫赵我 折起屠栽 如用我 其为东周乎 仁义足不行 其后定功以孔子为中都载 一年 四方皆则之 由中都载为司空 由司空为大司寇 定功时年春 及其平 下 其大夫黎楚言于锦宫曰 鲁用孔秋 其是微奇 乃时使告鲁为好会 会于 家谷 鲁定功且已乘车好往 孔子摄像是 曰 陈文有文士者必有五倍 有五士者必有文倍 谷者诸侯出疆 必具官以从 请聚左右司马 定功曰 诺 聚左右司马 会其侯家谷 为谭位 土皆三等 以会与之礼相见 依让而登 献仇之礼必 其有司躯而尽曰 请奏四方之乐 谷功曰 诺 于是经毛雨符 毛几剑波鼓噪而至 孔子驱而尽 历阶而登 不尽亦等 举媚而言曰 无两君为好会 以敌之乐 何为于此 请命有司 有司却知 不去 则左右是燕子于锦宫 锦宫新作 会而去知 有请 其有司驱而尽曰 请奏宫中之乐 谨功曰 诺 悠唱诸如为戏而前 孔子驱而尽 历阶而登 不尽亦等 曰 匹夫而迎获诸侯者 最当诸 请命有司 有司加法焉 手足异处 谨功聚而动 知意不若 归而大恐 告其群臣曰 如以君子之道 辅其君 而自独以以敌之道 教寡人 使得罪于鲁君 为之奈何 有司进对约 君子有过 则谢以至 小人有过 则谢以闻 君若道之 则谢以 至 于是其侯乃归 所亲鲁之运 问阳 归因之田 以谢国 定功十三年下 孔子言于定功约 臣无藏甲 大夫五百志之城 始众尤为济世载 将堕三都 于是书孙氏先堕后 济世将堕废 宫山不扭 书孙哲律 废人习录 宫与三子入于济世之宫 登无子之台 废人公之 福克 入籍公策 孔子命身据须 乐其下罚之 废人北 国人追之 拜诸孤灭 二子奔其 岁堕废 将堕成 宫廉处复位孟孙曰 堕成 其人必至于北门 且成 孟是之宝章 无成事无孟是也 我将福堕 十二月 宫为成 福克 定功十四年 孔子年五十六 由大司寇行摄像是 有喜色 门人曰 闻君子或智不惧 福智不喜 孔子曰 有事言也 不曰乐其已跪下人呼 于是诸鲁大夫乱正者少正卯 欲闻国正三月 周高屯者福是甲 男女行者别于徒 徒不时宜 四方之客制呼吟者不求有私 皆与之已归 其人闻而聚 曰 孔子为正必罢 罢则无地尽焉 我之为先并已 何至的焉 黎楚曰 请先 常举之 举之而不可则至的 拥持乎 于是选其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 戒一闻一一而武康乐 闻马三十四 以鲁君 臣女乐闻马于鲁城南高门外 继环子微服网关再三 将寿 乃于鲁君为周道游 网关中日 待于正事 子鹿曰 夫子可以行矣 孔子曰 鲁金且交 卢至凡呼大夫 则无由可以指 环子足受其女乐 三日不听正 交 又不至凡足于大夫 孔子随行 素呼吞 而诗己诵 曰 夫子则非罪 孔子曰 无歌可夫 歌曰 彼腹 之口 可以出走 彼腹之夜 可以死败 盖悠哉悠哉 唯已足碎 诗己反 环子曰 孔子义何言 诗己以识告 环子溃然探曰 夫子罪我以群避故也夫 孔子遂侍卫 主于子鹿七兄言卓周家 魏林宫问孔子 居鲁德鹿几何 对曰 奉诉六万 魏仁义质诉六万 居请之 获赠孔子于魏林宫 林宫使公孙于甲一出一入 孔子恐惑罪焉 居十月 去魏 将是臣 过匡 言客为仆 以其策指之曰 悉无入此 有彼缺也 匡人闻 知 以为鲁之羊虎 羊虎常抱匡人 匡人于是遂指孔子 孔子状类羊虎 居焉五日 言冤后 子曰 无以辱为死矣 言冤曰 子在 回何赶死 匡人居孔子一己 弟子聚 孔子曰 文王寂寞 文不在之乎 天知将丧思闻也 后死者不得予于思闻也 天知未丧思闻也 匡人其如与何 孔子使从者为宁无子 臣于位 然后的去 续集过谱 岳于 反忽畏 主取伯玉家 林宫夫人有男子者 使人为孔子曰 四方之君子不如欲 与寡君为兄弟者 必见寡小君 寡小君原见 孔子辞谢 不得已而见之 夫人在吃围中 孔子入门 北面鸡首 夫人自为终在拜 还配玉生求人 孔子曰 无相为福建 建之礼达焉 子路不说 孔子使之曰 于所不者 天艳之 天艳之 居为岳于 林宫与夫人同车 患者拥取参成 书 使孔子为赐成 招摇福过之 孔子曰 无畏见好得如好色者也 于是丑之 去为 过曹 誓岁 鲁定公族 孔子去曹誓送 与弟子洗礼大树下 送司马环腿 欲杀孔子 拔其树 孔子去 弟子曰 可以素以 孔子曰 天生得与与 环腿其如与和 孔子侍政 与弟子相师 孔子独立 郭东门 正人或为子贡曰 东门有人 其嗓四遥 其相类高桃 其兼类子产 人字要以下不及与三寸 雷雷若丧家之狗 子贡以时告孔子 孔子心人笑曰 形状 墨也 而为四丧家之狗 人哉 人哉 孔子岁至臣 主于思成真子家 岁于 吴王夫插伐臣 取三意而去 照央伐朝歌 楚为菜 菜千语五 吴拜月王去 见快姬 有损疾于陈廷而死 苦使贯之 使弩 使长持有止 陈昏宫时 使问仲尼 众尼曰 笋来远以 此速胜之时也 西武王克商 通道久以百瞒 使各以其方会来供 使无望职业 于是速胜 共苦使使努 长持有止 先王欲招其令德 以速胜使分大击 被于胡功而封诸臣 分同性以真欲 斩亲 分义性以远直 使无望福 故分臣以速胜使 是求之故府 果得之 孔子居臣三岁 会尽处争腔 更伐臣 即无亲臣 臣长被扣 孔子曰 归宇 归宇 无党之小子狂解 进取不忘其出 于是孔子去臣 过仆 会公书 是以仆叛 仆人指孔子 弟子有公粮儒者 以私车五成从孔子 其为人长贤 有永利 未曰 无兮从夫子遇难于匡 今又遇难于此 命也已 无与夫子再离难 明斗而死 斗甚及 仆人聚 为孔子曰 苟无侍卫 无出子 与之蒙 出孔子东门 孔子遂侍卫 子贡曰 蒙可父也 孔子曰 妖蒙也 神不听 为灵公闻孔子来 喜 交迎 问曰 仆可乏乎 对曰 可 灵公曰 吴大夫以为不可 金仆 为之所以代尽除也 以为法之 无奈不可忽 孔子曰 其男子有死之志 妇人有宝夕和之志 无所法者不过四五人 灵公曰 善 人不罚仆 灵公老 待于正 不用孔子 孔子溃然探曰 狗友用我者 积月而已 三年有成 孔子行 佛西为中谋载 赵检子公犯 中行 罚中谋 佛西判 使人赵孔子 孔子欲网 子禄曰 由闻诸夫子 其身亲为不善者 君子不入也 今 佛西亲以终谋判 子欲网 如之何 孔子曰 有誓言也 不曰奸乎 磨而不灵 不曰白乎 念而不姿 我岂袍瓜也哉 焉能戏而不识 孔子激庆 有何快而过门者 曰 有心灾 激庆乎 亨乎 莫几之也 夫而已已 孔子学古秦 诗香子 时日不尽 诗香子曰 可以亦已 孔子曰 修以席其躯已 未得其数也 有见 曰 以席其数 可以亦已 孔子曰 修未得其智也 有见 曰 以席其智 可以亦已 孔子曰 修未得其为人也 有见 有所目人身思焉 有所宜人高望而远之焉 曰 修得其为人 暗人而黑 激人而长 眼如望阳 如王四国 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 诗香子辟席再拜 曰 诗盖云文王操也 孔子既不得用于谓 将西见赵俭子 至于何而闻斗明读 顺华之死也 临何而探约 美哉水 扬扬呼 秋之不计此 命也夫 子共屈而近约 敢问何谓也 孔子曰 斗明读 顺华 晋国之贤大夫也 赵俭子未得志之时 须此两人而 后从政 其其以得志 杀之乃从政 秀文之也 孔胎杀妖则其林不至交 结则何鱼则交龙不合阴阳 复朝回卵则凤凰不祥 何则 君子会伤其类也 夫鸟兽之鱼不亦也 上知辟之 而旷呼秋哉 乃还兮呼奏香 作为邹操以哀之 而返呼卫 入主瞿博玉家 他日 林公问兵臣 孔子曰 祖斗之事则常闻之 君旅之事未知学也 明日 与孔子语 见飞燕 仰世之 色不在孔子 孔子随行 妇如臣 下 为林公祖 立孙哲 世卫未出公 六月 赵阳内太子快溃于妻 阳虎使太子问 八人衰迭 为自卫赢者 忽而入 岁居焉 东 蔡迁于周来 世岁鲁哀公三年 而孔子年六十亿 其助卫为妻 以为太子快溃再顾也 下 鲁还离妙凡 南宫敬书就火 孔子在沉 闻之 曰 灾必于还离妙呼 乙而果然 休 既还自并 拟而见鲁城 愧然探曰 悉此国己心矣 已无获罪于孔子 故不兴也 故为其四康子曰 我即死 若必相鲁 相鲁 避兆仲尼 后数日 环子足 康子戴吏 以藏 避兆仲尼 公之于曰 西吾先君用之不忠 忠为诸侯孝 今又用之 不能忠 是在为诸侯孝 康子曰 则谁照而可 曰 避兆牙囚 于是时时照牙囚 牙囚将行 孔子曰 鲁人照求 非小用之 将大用之也 是日 孔子曰 归乎归乎 无党之小子狂俭 匪然成章 无不知所以才知 子干之孔子私归 宋牙囚 因戒曰即用 以孔子为昭云 牙囚既去 明年 孔子自陈迁于菜 菜昭公将如五 无照之也 前昭公七其辰 千周来 后将往 大夫去赴迁 公孙偏设沙昭公 楚亲菜 秋 其景公族 明年 孔子自菜如叶 叶公问正 孔子曰 正在来远复尔 他日 叶公问孔子于自录 子录不对 孔子闻之 曰 由 尔河不对曰其为人也 学道不倦 惠人不厌 发愤忘食 乐以忘忧 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去夜 返于菜 长举 节逆偶而更 孔子已为淫者 使子录问金焉 长举曰 比之于者为谁 子录曰 为孔秋 曰 是鲁孔秋语 曰 双隐号 然 曰 是知今以 节逆为子录曰 子为谁 曰 为众游 曰 子 孔秋之徒语 曰 然 节逆曰 悠悠者天下皆是也 而谁已亦知 且与其从辟人之事 其若从必是之事哉 幽而不措 子录已告孔子 孔子五人曰 鸟兽不可与同群 天下有道 秋不予亦也 他日 子录行 愈何障人 曰 子见夫子乎 障人曰 四体不勤 五骨不分 孰为夫子 执其障而云 子录已告 孔子曰 吟者也 父王 则 王 孔子千余蔡三岁 无法臣 储就臣 君于成父 闻孔子在陈蔡之间 除始人聘孔子 孔子将往拜礼 陈蔡大夫谋曰 孔子贤者 所赐鸡皆中诸侯之急 今者久留陈蔡之间 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众尼之意 今处 大国也 来聘孔子 孔子用于处 则臣蔡用事大夫威已 于是乃相与发图 亦为孔子于也 不得行 绝良 从者病 莫能心 孔子讲诵贤歌不衰 子录运建约 君子亦有穷乎 孔子曰 君子顾穷 小人穷思烂乙 子共色作 孔子曰 四 而以语为多学而时之者语 曰 然 非语 孔子曰 非也 语亦已贯之 孔子之弟子有运心 乃照子录而问曰 诗云匪四匪虎 绿笔矿也 无道非也 无何为于此 子录曰 义者无畏人也 人之不我信也 义者无畏之也 人之不我行也 孔子曰 有是乎 由 替使人者而必信 安有伯仪 书其 使之者而必行 安有王子彼干 子录出 子共入见 孔子曰 四 师云匪四匪虎 绿笔矿也 无道 非也 无何为于此 子共曰 夫子之道之大也 故天下莫能容夫子 夫子盖少贬焉 孔子曰 四 梁蒙能驾而不能为色 梁公能巧而不能为顺 君子能修其道 刚而记之 统而礼之 而不能为荣 今而不修而道 而求为荣 四 而至不愿以 子共出 言回入见 孔子曰 回 师云匪四匪虎 律笔矿也 无道非也 无何为于此 言回曰 夫子之道之大 故天下莫能容 虽然 夫子推而行之 不容何并 不容然后见君子 夫道之不 修也 是无仇也 夫道既以大修而不用 是有国者之仇也 不容何并 不容然后见君子 孔子欣然而孝曰 有是灾言是之子 时而多才 无为而载 于是使子共之处 储赵王兴师 银孔子 然后的免 赵王将以书设第七百里封孔子 储令银子西约 王之时使诸侯有如子共者乎 约 无有 王之府相有如言回者乎 约 无有 王之江绿有如子路者乎 约 无有 王之观银有如宰鱼者乎 约 无有 且处 知祖封于周 昊为子南五十里 今孔秋述三五之法 明周照之夜 王若用之 则处安得 世事堂堂方数千里乎 傅文王在封 武王在稿 百里之君族王天下 今孔秋的聚土壤 贤弟子为左 非楚之福也 赵王乃指 祈秋 楚赵王足于成父 楚狂皆于歌而过孔子 约 凤夕凤夕 何德之衰 王者不可见兮 来者有可追也 以而以而 今之从政者待而 孔子下 玉宇之言 去而去 福德宇之言 于是孔子自处返忽畏 是岁也 孔子年六十三 而鲁哀公六年也 其明年 吾于鲁惠增 只百劳 太宰匹赵记康子 康子使自贡网 然后得以 孔子曰 鲁位之政 兄弟也 事实 为君者父不得利 在外 诸侯数以为让 而孔子弟子多事于为 为君欲得孔子为政 子鹿曰 为君代子而为政 子将息先 孔子曰 必也正名乎 子鹿曰 有事哉 子之于也 何其正也 孔子曰 也哉有也 夫名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事不成 事不成则里乐不兴 理乐不兴则刑罚不重 刑罚 不忠则民无所措手足以 夫君子为之必可明 言之必可行 君子于其言 无所苟而已已 其明年 雅有为既是僵尸 与其战于狼 克之 季康子曰 子之于君吕 学之乎 性之乎 雅有曰 学之于孔子 继康子曰 孔子何如人哉 对曰 用之有名 多知百姓 智诸鬼神而无憾 求之之于此道 虽类牵涉 夫子不利也 康子曰 我欲照之 可乎 对曰 欲照之 则无以小人顾之 则可以 而为孔文子将功太书 问策于众 你 众你此不知 退而命载而行 曰 鸟能则牧 牧起能则鸟呼 文子固旨 会计康子竹公华 公斌 公林 以必赢孔子 孔子归鲁 孔子之去鲁 凡十四岁 而返呼鲁 鲁哀公问证 对曰 正在选臣 计康子问证 曰 举直错诸网 则网者直 康子患道 孔子曰 狗子之不欲 虽赏之不切 然鲁中不能用孔子 孔子亦不求是 孔子之时 周是威尔礼岳飞 诗书缺 追击三代之礼 叙书传 上纪唐鱼之记 下至秦谬 边刺其 是 曰 下礼无能言之 其不足之也 因礼无能言之 宋不足之也 足 则无能指之以 观音下所损意 曰 后虽百事可知也 以亦闻一致 周间二代 玉玉忽闻哉 无从周 故书传 礼记自孔是 孔子于鲁大师 乐其可知也 始作昔如 纵之纯如 角如 亦如也 已成 无字为凡鲁 然后月正 雅颂各得其所 古者诗三千余篇 即至孔子 去其重 取可施于礼义 上采气后继 忠述因周之圣 至幽立之缺 始于任习 故曰 官居之乱 以为封史 陆明为小雅史 文王为大雅史 清妙为宋史 三百五篇孔子皆贤歌之 以求和韶武雅宋之音 李悦自此可得而述 以备王道 成六义 孔子婉儿喜意 续断 戏 相 说卦 文言 独义 维边三绝 约 甲我数年 若是 我于义则彬彬以 孔子以诗书 李悦教 弟子盖三千焉 身通六义者 七十有二人 如言卓邹之徒 颇受业者慎重 孔子以四教 文 行 忠 信 觉四 无义 无弊 无故 无我 所慎 其 战 其 子喊严厉于命与人 不分不起 举异于不以三于反 则福父也 其于相当 寻寻四不能言者 其于宗庙朝廷 便便言 唯锦尔 昭 与上大夫言 寅仪如也 与下大夫言 侃侃如也 入宫门 鞠躬如也 屈近 亦如也 君照使斌 色薄如也 君命照 不似驾行矣 与哪 肉败 歌不正 不识 习不正 不作 时予有丧者之策 未尝宝也 是日枯 则不歌 见其衰 古者 虽同子必辨 三人行 必得我施 得之不修 学之不讲 文艺不能洗 不善不能改 是无忧也 使人歌 善 则使父之 然后何之 子不语 怪 利 乱 神 子共约 夫子之文章 可得文也 夫子言天道与性命 福可得文也以 言冤 愧然探约 养之弥高 钻之弥坚 沾之在前 忽焉在后 夫子寻寻人 善诱人 薄我以文 约我以礼 欲罢不能 既解我才 如有所利 卓尔 虽欲从之 灭尤也以 达相党人曰 大哉孔子 博穴而无所成名 子文之曰 我何之 直欲乎 直 舍乎 我直欲以 老曰 子云不是 故意 鲁埃公十四年春 寿大也 书孙是车子除伤或寿 以为不祥 仲迷世之 曰 林也 取之 曰 何不出途 落不出书 无以以夫 言冤死 孔子曰 天丧语 即西寿建林 曰 无道穷以 愧然探曰 莫知我夫 子贡曰 何为莫知子 子曰 不怨天 不由人 下学而上达 知我者其天乎 不降其智 不辱其身 薄疑 书其乎 未柳下慧 少连降至乳身矣 双隐号 未于众 以义隐居放言 行中轻 费中拳 我则亦于事 无可无不可 子曰 福乎福乎 君子并没事而名不称烟 无道不行已 无何以自建于后世哉 乃因史记做春秋 上至隐宫 下起哀宫十四年 十二宫 巨鲁 新州 故阴 运之三代 约其文词而止伯 故无储之君自称王 而春秋贬之约子 见土之会 十兆周天子 而春秋贬之约天王受于何阳 推此类以绳当事 贬损之意 后有王者举而开之 春秋之意行 则天下乱臣 贼子聚焉 孔子在位听诵 闻词有可与人共者 福独有也 至于为春秋 彼则彼 薛则骁 子下之徒不能赞一词 弟子受春秋 孔子曰 后世知秋者以春秋 而醉秋者亦以春秋 明岁 子鹿死于位 孔子病 子共请见 孔子方父丈逍遥于门 曰 四 如来何其完也 孔子应叹 歌曰 泰山坏乎 梁柱催乎 哲人尾乎 因已替下 为子共约 天下无道久矣 莫能踪雨 下人并于东街 周人于西街 阴人两柱间 昨目与梦坐殿两柱 之间 于始阴人也 后七日足 孔子年七十三 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 吉丑足 哀公累之约 明天不掉 不觉一亿老 比平于一人已在位 穷穷于在旧 乌乎哀哉 泥腹 无自律 子共约 君其不眉于鲁乎 夫子之言约 礼师则婚 名师则谦 师至为婚 师所为谦 生不能用 死而累之 非礼也 称于一人 非明也 孔子葬鲁成北四上 弟子皆福三年 三年心丧弼 相绝而去 则哭 各父近哀 或父留 为子干 鲁于种上 凡六年 然后去 弟子及鲁人 往从种 而家者百有于世 因命约孔礼 鲁世世相传 以岁时奉此 孔子种 而诸如意 奖礼相隐 大赦于孔子种 孔子种大义请 故所居堂弟子内 后世音庙藏孔子 衣冠秦车书 至于汉 二百余年不绝 高皇帝过路 以太劳辞焉 诸侯清香至 长仙业人后从政 孔子生礼 自伯于 伯于年五十 先孔子死 伯于生吉 自子思 年六十二 长困于颂 子思坐中庸 子思生白 自子上 年四十七 子上生求 自子家 年四 十五 子家生姬 自子经 年四十六 子经生川 自子高 年五十一 子高生子肾 年五十七 常为魏相 子慎生父 年五十七 魏陈王社博士 死于臣下 父弟子乡 年五十七 常为校会皇帝博士 先为长沙太守 长九尺六寸 子乡生中 年五十七 终生五 五生延年 即安国 安国为金皇帝博士 至临槐太守 藻族 安国生昂 昂生欢 太史公约 师有之 高山阳止 景行行止 虽不能至 人心相往之 于独孔誓书 享见其为 人 誓鲁 观众尼庙堂车 府礼器 诸生以实习礼其家 于之回流之 不能去云 天下君王 至于贤人重矣 当时则荣 梅则以焉 孔子不依 传时于世 学者宗之 自天子王侯 中国言六意者 哲忠于夫子 可谓至圣矣 孔子之咒 出于商国 福福能让 正考名乐 房书来奔 奏人己足 尼秋诞胜 劝力生德 七十生堂 四方取则 卯朱两关 射向家骨 歌奉巨衰 气铃合促 久留养静 万古亲竹 育伤 七十生堂 三方取则 三方取则